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那个台长就说我 黄师傅的大脑是掏不完的菜谱 哈哈哈哈 走上烹调这个生涯来讲呢 因为我是受我家庭这个影响 因为我父亲在五六十年代 在潮州来讲也把我父亲 潮州一把刀也是我父亲啊 我家庭是一个成员有七个当厨师 所以我父亲呢就是哇太多了 我父亲就安排我转行 虽然叫我转行 但是我是喜欢烹调 因为我看好人生看好就是烹调这个生涯来讲呢 不管你走到哪个年代 人离不开车 我认好的看好的东西 我一定要做好 所以在烹调这个菜里 大量是培里边的 樱费 主要就是以清、鲜、味、淡 沿着原味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降叠比较多 不同的菜油有不同的降叠 还有一个呢 粗粒细抓 那怎么粗粒细抓呢 我可以打个比方 像这个荒薯叶 大家都看过上的东西 但是通过潮州厨师的手 抓成一个羹 能够上到大雅之长 它的名也很好听 就是护华菜 西方呢 都是以一些西方的烹调方法 煎、烧、烤等等这方面 但是它有它的一个特色 在烹调里面 能够保留的它的原则原味 我认为还是做爱我们潮州菜 潮汕人往来东西洋 经营南北行 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菜 一道道家乡美食 随着潮人的足迹 遍布全球 一道家常菜 就是海外游子 与故乡最真实的情感纽带 而扎根在海外的潮州菜 也不断创新 中西方的饮食文化 在五湖四海的烟火器中相互交融 所以从潮州菜的发源传播来讲 其实是影响很广 东南亚那一带保留潮州菜还是比较好 因为他们以前飘洋过海到那边蒙生了以后呢 有一个立足之地以后 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呢 他会一个怀旧 所以他一个怀旧呢 也能促成这个 他当地这个对我们潮州菜 这个传承跟保留 在东南亚那边跟香港 在那边保留了 就是那个潮州的传统名菜 像荷包鸡啊 刚榨果肉啊 还有猪肉丼啊 还有一个潮州的鲁味 等等这方面 都是保留的 其实是很好 近年来 方师傅把主要精力 都放在研究一些传统 甚至失传的古早味潮菜做法 并撰写成菜谱 在烹饪艺术的道路上 这位江人依旧孜孜不倦 上课的时候 我有说过一句话 做菜主做人 我每对每一个菜的要求呢 就是追求完美 精细 大雅 不关你高等地等 我已经会好 因为我直到你 英心哥做好